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浙江宁波的大菜场里人潮汹涌 无论是在摆摊的摊主们,还是路过的人,亦或者特意赶到这里的围观群众们 他们都知道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娱乐圈的大明星人家轮会在这里拍戏取景 光是得知这样的消息就足以让不少人兴奋不已 在万众期待当中,任佳伦乘坐的商务轿车也缓缓地停了下来 他随即下车,不少围观的网友们也纷纷掏出像素极高的相机 对着任佳伦就是一顿猛烈的拍摄,根本就不愿意错过见到任佳伦的每一分每一秒 据说这一次任佳伦现身宁波,是为了拍摄电视剧暮色新渊而来 这是一部当代独视剧,为了剧情的需要 当天的任佳伦也穿得特别时尚,下身穿着一条特别紧身的黑色裤子 上身除了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之外 他还穿着一件看着就不薄的格子外套 在这样的大热天里,菜市场里有这么多人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会很热 只能说为了演戏,为了能更符合剧情需要 这样的苦人佳伦也只能默默地咽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为了遮挡众人的手机摄像头 又或许是为了防止任佳伦被太阳晒到了 在任佳伦下车之后,还有一位男工作人员撑着一把蓝黑色的伞 在任佳伦的四周还站在几个身材腿无的厂务人员 这样的阵容看起来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 任佳伦缓缓地走入市场 剧组的工作人员们也开始忙得不可开交 该打光的人去打光,该拍摄的人去拍摄 该维持秩序的人去维护秩序 一切都在尽然有序的进行中 从网友拍摄的画面来看 平时原本菜市场里的人就不少 这时候因为大明星任佳伦的到来 很多女粉丝们又纷纷慕名而来 让整个菜市场的空间也显得狭窄了起来 在任佳伦的四周也都围满了人 大家都想要挤到最前面来 一堵大明星的风采 对于那些真正喜欢任佳伦的家人们 基本上都知道 任佳伦这一路走来 从一个极其无名的十八线男艺人 到如今小友所成 那是极其不容易的 当然这一切除了任佳伦自身的努力之外 背后还有着他的妻子聂欢的默默付出 是聂欢毫无怨言地照顾着属于他们的小家 任佳伦才会有着如今的风光无限 出现在菜市场的人佳伦 确实看上去非常帅气 特别是他那有点四六分的发型 表面上看上去有些老气 其实还是很符合他个人气质的 特别是当任佳伦笑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也显得非常阳光 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阳光大男孩一样 任佳伦之所以能够这么惹人喜欢 其实他还是出演过不少经典作品的 光是电视剧就有锦衣之下 蓝艳突击和与君出相识的 每一个角色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也表现出了一个男子汉该有的样子 其实这样的人佳伦还是比较招女粉丝们喜欢的 无论是成熟稳重的奶奶粉们 还是萌萌的少女粉们 这些粉丝们对于任佳伦也是毫无抵抗力的 只是这一次任佳伦来到宁波拍戏 据说女主角是杨颖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不少粉丝们和网友们表示很无奈了 毕竟任佳伦的演技这么精湛 当然杨颖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大美女 只是杨颖的演技确实并没有那么出色 她出演过的作品口碑也极其一般 所以很多人并不看好任佳伦和杨颖这样的CP组合 但是话说回来 一部剧除了要有演技担当之外 还是要有颜值担当的 很明显任佳伦属于前者 而杨颖也只能是属于后者了 相信有了这样的组合 以任佳伦如今的人气和热度 一定可以带得动杨颖的 相信这一次的杨颖除了会瞪大眼睛之外 还是会有一些演技上突破的 大家最好还是先不要提前下定论 共同期待暮色星约能够早日开播吧 光是现场任佳伦的一次回眸 都能够让在场的女粉丝们心花怒放 如今已经年满33岁的任佳伦 看上去依然还是像个小鲜肉一样 皮肤很是白皙 而且看上去一点都不显年纪 再加上她一直以来都很自律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所以哪怕大热天穿着这么厚的外套 依然还是帅气十足的 或许这也是这么多人喜欢任佳伦的现实原因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